感谢大院在今天很不容易的会议当中 能够通过渔业法增列第39条之一 增列第64条之二的修正案 索马利亚海盗猖獗 造成我国的渔船长期以来 在危险的海域受到生命的伤亡的威胁 本席2004年担任立法委员 我来自我们国家的渔业大政 也就是全世界的远洋重镇 来自于高雄 从2005年、2008年、2011年、2012年 每一年本席都必须要参与渔船个案的救援工作 尤其是在2005年 那一年有100艘渔船任无可忍 要去包围日本水产厅的巡逻船 那时候本席就在院会提案 要求要成立海事救助基金来协助渔民 也呼吁政府要强烈呼吁 从那一年开始 一年一年的 我必须说 黄昭顺委员和本席两个人 不分党派 不断地在督促 我们国家必须要立法 开放我们的渔船 在受威胁的高风险海域 可以雇用私人海上保全 今天渔业法 增列39条之一 以及64条之二的法则通过了以后 我们的远洋渔船 终于可以在合法的情况之下 在我们国家的外交国防弱势 无法及时救援我们的国民 在海上安全的时候 可以开放 让他们有雇用国际私人武力 保障我们渔船 以及我们渔民安全的一个合法的基础 我们感谢在这个过程之中 所有人的支持 尤其本席特别加上 使用非法武力的海域 也可以经过公告以后 雇用海权 雇用海上保全 菲律宾这样的野蛮国家 将来我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